希望你的平常成绩 如果希望再多一点点分数的话 那也许你可以在上面稍微 跟我互动一下 那问个问题也可以 好那再来的话 今天的话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另外一道题目 所以请各位接下来呢 再开启其他题目 这边其实有很多道题目 那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 其实还有很复杂的 那未来我希望可以直接拿一些 身边啊或者是说呢 可以很容易取得的资料 我们利用那个资料呢 来做一些数据的分析 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那比如说还有另外一题 请各位待会开启这个 152分别截取长宽高这个练习题 那这个练习题里面的话 其实跟那个151有点雷同 只是说呢 上个礼拜的那个题目 它的那个刮乎就一个 那目前的话这个长宽高 总共有三个 所以呢 当然如果我们要用那个函数 它这边有一个已经做出来 你就把它delete掉了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用最快的方式呢 可以得到结果的话 那用什么样的方法最快 当然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用那个什么 插入函数 用函数来解决的话 当然你会遇到一个问题 如果用什么文字类的函数 当然呢也如果用 可能还是得用这个 fine函数 可是问题 fine函数会有个问题啊 它基本上会用三个参数 要找什么 找前刮乎 有没有 那V10印的话在哪边找 在这个储存格里面找 可是问题哦 它找的话呢 第一次哦 它会先找到这里 可是问题如果你要找第二个刮乎 第三个刮乎怎么办 好那就问题了 那其实你可以透过另外 第三个参数 star number 这star number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你找到 它指的是哪一个字开始找 如果说你从头找 从第一个字开始找的话 它会找到第二个字 可是如果你从第二个以后啦 比如说第三个字开始找 那它就会找到这个 这个的位置 应该什么 三四五六七八 第九个 OK 把它往下找 可是问题啊 你会发现 这个怎么把后面的东西找出来 所以其实跟各位讲 以这一题来看 如果你用函数的方式来做 应该是可以做出来 但是非常麻烦 OK 那如果说 假设我不用那个什么 不用这个上个礼拜的 这个函数来做的话 用VBA会不会有比较有一些优势呢 所以请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直接用VBA来做的话 也会比较快一点点 OK 另外的话呢 这里面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让你加快速度 其实跟各位讲 你可以试试看有个功能 什么呢 叫做资料剖析 这个资料剖析 它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应该是这边 所有的问题里面最快的方法 所以除了说函数 除了用VBA之外的话 其实资料剖析 或许也是另外一个解法 那请各位呢 先试试看 把这个题目打开来 然后先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解决这个问题 最快的方法 试试看 看一下 那第一个 如果你用上个礼拜讲的这个文字 FY函数跟MID函数的话 这也做得出来 只是说非常琐碎 甚至其实跟 图法链钢 其实已经没什么两样了 OK 所以第二个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用什么 上个礼拜讲的那个 我们的刮户之外 其实你可以用 尋找 尋找前刮户 尋找后刮户 只是说位置稍微 变一下 它在A栏 OK 可是我们现在的资料在B栏 所以你可以把A改成B 其实就可以了 但问题 上个礼拜只有一个刮户 那今天的话有三个刮户 那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你如果要找的话 变成说你要先找到前刮户的位置 然后要避开前 就是避开第一个才能找到第二个 也就是把这个位置再加一 才能找到下一个 才能找到下一个 其实倒也是蛮麻烦的 蛮复杂的啦 OK 所以还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其实这边提供给各位一个方法 如果说我们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 还好 这边的话 它有一个固定的规则 什么规则呢 刚好呢 它这个资料的位置 都在同一条线上 有没有 就是固定啦 都在这个线上 我顺便讲一下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刮户 这个前刮户 跟这个后刮户 有没有 那你不能用上个礼拜的那个半型的 因为它的刮户 它这个地方是什么 它是全型的 有没有发现 所以如果你要找的话 你用那个半型的话呢 那会找不到 OK 所以这一点可能还是要特别小心 所以这一题复杂度其实蛮高的 所以我们干脆直接用 想到应该是最简单的方法 所以以后的话 请各位也慢慢要习惯 就是Excel里面所提供给我们相关的 这些功能 其中的话呢 刚好我之前用过一个功能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所以我就试做看看 这功能的话就是从资料 上面有个面板叫资料 资料里面的话有个叫资料剖析 OK 那资料剖析里面的话 我们如果说呢 要把这个资料呢 做取得我要的那个部分的话 比如说我要的刚好是在 这个刮析里面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假如说我今天用资料剖析 你会发现 第一个它会跳出两个选项 第一个 请问一下你那个资料 如果要帮你分割的话 剖析嘛 那请问一下你那个资料呢 到底用什么东西来分割 是符号呢 当然啦 我们有前刮析 当然也有后刮 可是问题 它的分割 分割符号的话 只能够是单一的 比如说类似像顿号 所以如果你要分割符号的话 可怕切割来 你还在切割 还麻烦 那第二个 还好它这边有提供一个 第二个就固定宽度 刚好固定 有没有固定宽度 位置刚好 所以其实第一个 我们可以用这一个 再下一步 再来特别注意 如果你看到 假设啦 你看到奇怪 你的资料怎么只有一个的话 请特别注意 你选错了 记得啊 选的时候一定要把什么呢 把你要剖析的资料先选取 也就是说呢 第一个动作呢 请你一定要选这个范围 因为我刚刚油要放这里 所以它只会带一个资料 所以这边先取消一下 OK 这边把它取消一下 第一步请各位注意 一 请你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OK 不过我还是建议啦 如果你要选取的话 建议是Ctrl-Shift向下 意思是怎么样 先游标放在B2 Ctrl-Shift向下 是向下选取 再来资料剖析 固定宽度下一步 你会发现喔 这个时候 它会帮我把什么 这边的资料 就帮我带到这边来了 OK 第一步 固定的宽度 第二的话呢 下一步 下一步它问你说 上一步一下 它问你说 它这边有显示说 你要在什么呢 你要分割的地方按一下 那怎么按 特别之后 它有个机关 这边的话呢 是一个尺 这个尺柜的地方 你把它点一下 比如说我这边 想要画一条线的话 你可以把它点一下 它就画一条线了 有没有 刚刚好 因为它固定宽度 所以蛮符合这个功能的 所以把它点一下 OK 这边要点一下 点一下 点歪怎么办 这边没有关系 你可以移动它 这边有个三角 你把它按住不要放 往里面移动 这样的话呢 假设你点击 不对的位置的话 也可以再做移动 没关系 比如说你这边点 点歪了没关系 你可以再把它移过来一点点 OK 好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我们要的资料前后 加上一条线 OK 按下一步骤的话 再来特别注意 下一个步骤 意思是说 你要的资料 怎么样 留下来 你不要的资料不显示的话 特别注意 我要的资料是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三个地方不动 需要去掉的话 特别注意 我这个地方不要的话 那记得 请你选择 不会入此栏 OK 这个不要 这个也不要 所以不会入此栏 这个也不要 这个也不要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选完 意思是说留下我要的 要的地方 不要 点选 不会入此栏 其他的话呢 就点选 不会入此栏 那最后的话 目标储存格 意思说 那你要把切割之后的东西 放哪里啊 它预设好像是把我放在 B2里面 可是它把旧资料盖掉 可是我并不是要把它盖掉 我应该是要把这些资料放在C2 延伸出去的这个范围 所以啊 记得啊 最后目标储存格 请你把它改一下 Delete掉 改成这个C2的这个位置 点一下 好 它就知道说 把这边切割完的东西 帮我把它延伸 放在C2以后的延伸范围 按完成就可以了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会跳出一个警告 这个警告的话 就说 这里面已经有资料 要不要取代 那你想说里面 里面不是没有资料吗 为什么它要挑这个 特别注意哦 Excel只要用过了 那因为可能这个范围之前 曾经放过资料 只是被Delete掉 它就认为说 你这个储存格是被用过了 就是used 就是你已经曾经使用 它就会跳出这 是不是要取代啊 那我们按确定就可以了 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就怎么样 帮我把这个资料 有没有 这边的资料 放到C底下 这个资料呢 这边以下的 放在这里 有没有 一个很快的 它就通通帮我把 资料全部 通通都放过来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 假如说你不用 资料剖析的话 我看好像也没更快的方法 你用自己写程式也不够快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 因为我每天都会 有这个资料 我每天都要再做一遍 那如果我还要再做一遍 那其实也浪费时间 那是不是说可以 帮我变 像我们之前做的按钮 对 录制聚集就好了 对 所以请各位做完之后 再把它用录制聚集的方式 把它变成两个按钮 我希望的效果是 按下这个按钮 它就自动帮我把它剖开来 到这边 那这个的话 就把它清除掉 就这样 两个按钮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当然这些方法 如果你不会 工作上当然也可以进行 只是说没有效率而已 我们现在 主要是针对这些范例 跟各位讲 用什么样的方法 是相对比较有效率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当然以这一题来看 用内建的那些函数来做 那其实也是挺麻烦的 也是挺复杂的 那用VBA可不可以 其实VBA可以写得出来 只是也是相对比较麻烦 所以看起来的话 最简单 而且最有效率的方法 就是利用资料里面的资料否析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请特别注意 第一个动作一定要先 先把B2到B8整个选起来 然后再按资料否析 否则的话它会 显示不出你要否析的资料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